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教会的22周年的堂庆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教会22周年的堂庆 1994年1月23号,北约华人基督教会第一次的崇拜开始了 在1994年1月23日,北约华人基督教会开始了第一次的祖日崇拜 所以每一年都是跟1、2、3附近的星期日,就是慶祝我们的周年纪念 所以每一年都是最靠近1月23日那一个礼拜天,我们会庆祝教会的周年的纪念 我的普通话是跟他学的,所以翻译的时间我还是说广东话比较快的 我这些国语是跟他学的,所以翻译的时候我都讲自己的母语比较方便一些,讲得好一些 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当中呢,很多人呢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呢都没来的 所以我讲小小我们的历史 在座当中有许多并不是从教会一开始就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我要简短回归一下教会的历史 我们1994年去到2006年呢,我们都是借一间叫Finch Public School 在Finch和Bayview一间的小学聚会的 在1994年到2006年之间,我们一直是租用在Finch和Bayview之间的一个公立的小学进行我们的聚会 那小学呢,它有个运动场就不是很大的 那个小学有一个操场不是很大 那我们每一早就要一早就回到教会呢,要预备很多东西 那广东话叫招航满策,那时候很忙碌的 我们每一个主日的上午都要早早地回到那个学校在操场里面 把所有的桌子椅子都摆设好,然后聚会结束之后就把它拆掉 又不可以搞乱当时学校老师的房间 那么主日学上课也不能够把那个老师用的房间弄得很乱 我记得当年逢星期一,早上早我就很紧张 所以当年每到星期一的上午我都会很紧张 一收到电话我就怕了 一接到电话我就会害怕 校长打过来,为什么你搞乱了我们的班房 我害怕的是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来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课室搞得一团糟 我们的小朋友呢 因为你知道星期五下午的老师摆好那些东西 周一早上课的 因为学校里面下午老师都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摆放好 以便周一能够上课使用 但是我们儿童主学的那些小朋友呢 也都当那班房是他自己的嘛 可是我们儿童主学的小朋友也真的把这个课室当成他自己的 有时老师走了,他都搞乱了 那么第二天一早呢,校长看到就很不开心了 有时候主学老师离开一会儿 他们就会把桌面上的东西都弄乱了 所以校长见到很不开心 但是呢,我们在2007年呢 可以有自己的地方搬到来这个地方 从2007年开始,我们感谢主我们搬到这里来了 那么呢,07年之后,我们开始是用前面的而已 只是前面,即是在后面吃饭那里呢 我们那时候是不用得的 那么从2007年开始,我们使用的场地就是教会前面这一部分 后面这个饭堂那一部分,我们不能使用 后面呢,是租给一间公司呢 我们每个月呢,收差不多八千元的租 因为后面那一部分,我们是出租给一个公司 我们可以每个月收到八千块钱的租金 但是三个月之后呢,那公司呢,就走路,就不给租 那三个月之后,这个公司就卷包前逃了 他意思是说,我不交租了,你告我啦 他就是摆出一副使租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就不交租了 所以后来几年之后呢,我们就损失了二十万的租 所以几年过去了,我们损失了二十万块钱的租金 追回三万元 我们只追回来三万块钱 那么我们的经纪就说,三万元你要啦,不然你打官司 三万元都追不回啦 那么当时经纪们就劝我们说,这三万块钱你们还是凑合着要吧 如果打官司的话,你连这三万块钱都没有了 但是很奇妙,这个大的危机呢,就被我们教会又走前了大步 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么一个很大的经济上的危机 却导致我们教会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学习祷告 因为我们真的学习祷告 仰望神 仰望神 憑信心 打穿牧场 我们凭着信心,打穿这一堵墙 以前是有牧场的,过不了的 打穿了它 原来前后两个单位之间有一堵阁墙 我们把这堵墙推倒 将后面的地方都成为教会发展的空间 我们使用后面也成为教会发展的空间 2008年9月,我们开始打穿牧场 2008年的9月,我们就把这堵墙推倒 神带领我们教会英文事工发展 神带领我们英文事工蓬勃发展 儿童事工蓬勃发展 到今天,我们看到英文堂那里已经起了 两年前起了一个他们自己英文堂的一个礼堂 那么两年前我们看到后面的原来英文崇拜的地方 现在已经建立成为一个英文的礼拜堂 这些都是开心的事情 这些都是开心的事情 兴奋的事情 不过在过去很多年都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当然在过去的多年当中,我们也经历过一些不开心的时刻 在教会过往的日子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几次很大的矛盾 有人离开 有人离开 有好几次我们建堂的时候,也有一次很大的矛盾 有好几次也都涉及了建堂的争论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争议 昔日大家一起侍奉的,大家分道扬镳 昔日一同侍奉的同工,大家竟然分道扬镳了 虽然很不开心 虽然我们很不开心 但是我们发现神是医治了我们 可是我们发现神真的在医治我们 神的医治大过我们的创伤 神的医治大过我们的创伤 祂能够给我们有力量,重新得力 神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因为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了22年 我们想象一下22年过去了 我们能够在2016年可以不如还基督教会 以前是植堂,现在去植一间堂 我们想象一下在2016年 以前我们22年前是植堂植出来的 今天我们自己有能力植堂了 不是我们威衰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干 是神医治了我们 这是神医治的大能 一个蒙医治的人才有力量去祝福别人 一个得蒙医治的人才能有力量去祝福别人 如果没有医治好,躲起来不敢动 如果我们自己的创伤没有治好 我们就会躲在一边,不敢有所行动 神的恩典很奇妙 所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面向未来的日子 面向未来的日子 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的教会和基督徒人生的道路呢 我们的教会和基督徒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 我们打开刚才读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3章1到19节 请我们打开刚才读的经文 希伯来书3章1到19节 你看到耶稣高过摩西,境界硬心 题目叫做耶稣高过摩西,警戒应心 其实我本来想说三个坚持,三个认定 不过有些比较大陆色彩 也不知怎样 我们要认定三件重要的事 我原先计划中的题目叫做三个坚持,三个认定 可是一想太过有浓烈的大陆政治色彩 所以我就换个题目 跟中南海学得太多,不是很好 和中南海靠得太近也不太好 三个认清楚的概念 我们要看清楚,把握,掌握得好 我们走的路就更加有力量 认清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清之后才有把握 接下来要走的路,我们心中确定才会有力 这个认定不是我作的,是圣经那里 在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 认定是从圣经来的 我看三章第一节 圣经说 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 你们应当思想 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那个思想的字 如果你有英文圣经 就翻译成为fix your thoughts 就是把你的意念很清楚的锁定 它的意思 那么这个思想 它的英文翻译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的想法锁定在一个目标上 不是说随便想一想 fix 绑紧它 要固定我们的心思意念 把我们的思想意念定精彩 所以我翻译就是说 认定它 坚持它 认定和坚持 三个认定 三个认定 第一方面 我们要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方面 我们要认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这里说 同蒙天招的圣洁弟兄 这里说 同蒙天招的圣洁弟兄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蒙神呼召的人 作为基督徒 我们都是蒙神呼召的人 这个天招 这是蒙天招 是从天上来的呼召 是从天上来的恩招 也呼召我们走向天上 走向永恒的道路 呼召我们是要走向永恒的天国的道路 不单止是呼召一个人 是呼召很多的人 这不仅仅是呼召我一个人 是呼召许多的人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得到神的呼召 简选 带领我们走这条天路 我们得到了神的呼召 和蒙神的拣选 带领我们走这条蒙神的路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 不是迷迷糊糊 没有方向的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 不可以是迷迷糊糊 没有方向的 因为有神的呼召 简选我们 而带我们走一条 很清楚的天上的道路 因为我们是蒙神呼召的 祂带领我们一起去走这条 通向天国的道路 因为神的呼召 因为神的呼召 所以带领 将我们分别为圣 那个圣结的意思就是在那里了 所以我们已经是分别为圣了 圣结的意思就在这里 这里的作者不是说 只是跟圣结 就是完美无下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作者的意思不是说 这群人都是圣结无瑕完美的人 那个圣结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因为蒙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都分别归于上帝 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说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蒙神呼召的 所以我们都从这个世俗中 被分别出来归于上帝了 这是我们的身份 这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人 是神挑选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所拣选的 神有祂的旨意 临到我们的当中 神有祂的旨意 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祂要我们走祂在这个世上 祂要我们走的道路 祂要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上 要走何神心意的道路 我们从我们的原居地 来到这里 我们从自己的原居地 来到这里 从人的角度来说 是我们自己来读书 来移民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 按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来这里 有的人移民 有的人来求学 这是我们人的决定 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说 是上帝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 不只是我们自己做决定的 可是从神国度的观点来看 这是神带领我们走上了这条路 不仅仅完全是我们个人的决定 神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个位置 神今天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是神祂的计划 通过很奇妙的安排 以致让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坐在这里 这是神很奇妙的计划和安排 以致于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就坐在这里 是祂从天上拣选我们 跟着祂有很重要的使命 要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信主的人 去为祂完成 神从天上拣选了我们 祂有非常重要的使命 要我们每一位蒙祂拣选的人 为祂去完成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不应该在世上 为到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流年浪费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们每一位信主的 我们都不应该为 世上的那些忧虑仇烦 而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分别 归于上帝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分别 并且定睛在神的身上 一个人二十多岁 是一个什么的时间 人生二十来岁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一般二十二、二十三岁 都是读书 或者读完书 二十二、二十三岁的人 可能正在读书 也可能已经毕业了 一个读完大学 或者是差不多毕业的人 他的心态是怎样的 请问一个刚刚读完大学 形象毕业的人 他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应该说 我读完大学了 我选了我的专业了 我要好好地出来 在社会里面工作 开拓我的事业 是不是这样 他会不会是非常躁躁 满志地说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要好好地按照我所学的专业 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 或者说 我不够 我要再读碩士 我希望能够尽心 我已经的路 应该清楚了 二十多二十二三岁 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 或许有人他心中的想法 更加清楚地坚定 他说 我要进一步晋升去晋修 读硕士甚至博士 以便能够更好地运用我的才干 但是我们做父母就知道 现实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每一位身为父母的都经历过 现实和理想总有一段差距 有些年轻人 你读完大学了 怎样啊 我不知道 我们见到有一些年轻人 当你问他说 你大学毕业了 将要干什么呢 他也许会很彷徨地跟你说 我不知道 我读完一个学位 我都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我想想读什么呢 再看前面怎么走 我读完一个专业 一个学位拿到了 可是突然发现不太喜欢 是不是就应该再换一个专业再学一学 又找不到工作 而且又担心现在学的这个专业 也不容易找到工作 其实不是找不到 常常在家打机就不找 其实不是找不到工作 而是成天把时间耗在家里面打游戏 结果没有去找 这些做父母呢 就是供到子女 读完大学这样的年纪的时候 最心痛就是说 在那浪费时间 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路 很难过 有时还骂他 我想父母最伤心难过的 就是看到自己的儿女 读完大学之后 依然是这个 无所事事 宅在家里面 都不知道干什么 二十多岁应该有读书差不多 有训练应该很清楚 来努力投入 开始自己的事业了 二十多岁已经是极关之年的人 他应该很清楚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 应该很清清楚楚的 运用自己所学的去走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 认定自己是蒙神呼召 圣结分裂为圣的基督徒呢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是否心中已经很清楚明白地认定 我们自己是蒙神呼召 应该行走天路的基督徒呢 还是仍然是混混恶恶 糊里糊涂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日子一天一天过 这就算的 求求其其的基督徒呢 又或者我们依然是一个 浑浑饿饿 糊糊糊糊糊 每天得过且过 马马糊糊的基督徒呢 各位听姐妹 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身份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教会二十多年 要认清楚我们 都是蒙天照 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 教会经历了二十多年 我们更加应该清楚地看到 我们确实是蒙天昭的 蒙福的一个群体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什么 教会不是只是一个 好像会所那样 开门 一天来 第一天来 很开心的时间 就回家了 教会并不仅仅是一个 会所性质的 打开门 让大家进来 聊天完毕 就回家了 好热闹 好像很热闹 我们的传道人 就是服务员 传道人就好像服务生一样 每个星期日 热闹完之后 那就搞定了 我们回家又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每个礼拜天 乐呵呵的热闹完了 回到家里 要一切恢复原状 有些人就 教会就像唐人街那些餐厅 有些人就把教会当成唐人街里面的餐馆 老华侨就知道说什么 老华侨就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以前中国的餐厅 只是唐人街才有 以前中国餐厅只有唐人街才有 平时就不去唐人街的 平时他们不会去唐人街 在餐馆吃完饭到旁边超市买菜 然后就回家了 一到六就不去唐人街了 可是星期一到星期六 是不会去唐人街的 教会就好像一个唐人街 喝茶吃饭的一个地方 教会就好像兼聚了唐人街里面的餐馆 和这个超市这样的一个地方 信仰就好像一个唐人街那样 信仰就好像是去唐人街逛街一样 教会是一个同蒙天照 蒙神呼召来的一班人 可是教会却是一个同蒙天照 蒙神恩赵来的一群人 神招聚我们 大家成为一个群体 神招聚我们成为一个肢体 是有祂的呼召 有祂的心意的 神呼召我们是有祂心意的 肯定有心意的 肯定有神的心意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教会看一看旁边 哇 不同的人都有的 很奇怪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但你看一看周围左右的人 很多人很不一样 来自不同地方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香港人 广东人 不同省份的人 什么人 我们来自背景都有 我们有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地方的人 东南亚来的都有 甚至有东南亚来的人 最近来了我们的家庭 菲律宾的 最近还来了一个菲律宾来的家庭 来到我们当中 而且他是黑人 黑人 不知道他这个星期有没有来 不知道他这个礼拜有没有来 非洲来的黑人 在英文堂 非洲来的黑人 在英文堂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种类 我发觉 如果不是上帝 刻意把我们 放在一起 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去找这样的人 我们看到身边许多人 以前素未平生 如果不是神的美意 我们上哪刻意去把他们 找回来 找去在这里 很简单 香港人 肯定找回香港人 有个很简单的观念 我们知道 香港人肯定找自己 同生同弃 香港人 上海人 喜欢找回上海人 上海人肯定就要找回上海岭 福建人 喜欢找回福建人 福建人 当然很喜欢福建 为什么 非我族裔那些 真是厉害 非我族裔那些 是很麻烦的 说话又不同 不要找回自己 同类同声同气 非我族裔的话 有时候沟通起来 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人的本性 就是找回自己 最高 差不多 那就安全 开心 自然 人的本性 自然就是找回自己人 那才觉得开心 而且最重要的安全感 神呼召我们 这么不同的人 叫我们再埋在一起 究竟是否有什么心意 神呼召这么多背景不同 这个性格不同的人 聚在一起 他的心意是什么 神有很重要的使命 要我们去完成 神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使命 要我们去完成 我们当中有很多 来自阿根廷的弟兄姊妹 来自阿根廷 他们是福清人 福州人 我初初不太懂得听他们的 他们当中有许多 是来自福州福清的弟兄姊妹 去到阿根廷 我们听到一些人叫 木书 我知道他们是福清人 去到阿根廷 听到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来自不同的人 我发觉 原来 神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位来自的背景 都是恩典 都是装备 原来有很多使命 很多重要的东西 要我们去完成 当我们看到 这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突然觉察到 原来神给了我们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典和使命 可是让我们看到 同样的意向 要我们去完成 当我们认清楚 我们的身份 是来自上帝 当我们认清楚 我们的身份 是来自上帝的时候 他就说 神啊 你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就求问神 你要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就不会白白的过日子 我们就不会白白的过日子 好了 第二个重点 好 我们看第二个重点 这里的经文说得很清楚 你们要认清楚 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怎样的有位的主 你们要认清楚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一位怎么样的主 思想 我们认为他是 使者和大祭司的耶稣 我们要思想 他是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使者呢 就不只是messenger 英文翻译 apostle 就是神的大的使者 其实是在说摩西 那么使者这里讲的 不仅仅是一个窗户人 他讲的更加是使徒 这里其实指的是摩西 背后的形象是摩西 犹太人知道摩西就是神的使者 拯救以色列人 那么这一个字眼 他背后所谓指示的形象 是指的是摩西 当然耶稣是大祭司 当然耶稣他是大祭司 大祭司在第四章 开始讲得多些 第三章里面主要讲是摩西的背景 耶稣是大祭司的观念 在第四章有详细的讲解 这里他是把耶稣和摩西做一个对比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信耶稣 我们要认清楚耶稣 他的特性 他的超越是怎样 他的宝贵在哪里 我们既然是信耶稣 我们就一定要认清楚 究竟耶稣他超越在哪里 他宝贵在哪里 在这里 希伯来书的作者 就将耶稣和摩西比较一下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就把耶稣和以色列当年的救星 摩西做了一个比较 为什么要和摩西比较呢 因为摩西是整个犹太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领袖 为什么要和摩西比较 我们都知道摩西是整个犹太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领袖 《旧约圣经》所有这么多的书卷 摩西五经是独特崇高的地位 在旧约里面摩西五经是拥有他非常独特和崇高的地位 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耶稣基督比摩西更高 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 耶稣比摩西地位更高 因为当时他担心很多犹太的基督徒 信下耶稣之后慢慢慢慢走回去回头 走回到犹太教里面 忘记了耶稣基督的宝贵 这个作者他担忧的是 当时有许多犹太的基督徒 他们信着信着却走回老路里面去回到这个旧约 却忘记了基督的宝贵 他说摩西是一个中心的管家 他说摩西是神中心的管家 但是只是管家而已 不是建屋的那个 也不是屋的主人 他仅仅是管家而已 他并不是这个家的主人 也不是建造房屋的人 建造房子的是上帝 而耶稣基督是儿子 是不是大过摩西呢 建造房屋的是上帝 而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 是不是比管家要大呢 耶稣基督比摩西在旧约里面 所有的律法都更高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他超然于就约一切律法之上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今天我们要明白 耶稣基督比世上所有的学问 教义 哲学都高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是一个哲学家 一个教师那么简单 今天我们要明白 耶稣基督他比世上一切的学问 包括哲学 宗教的教义都要高 因为他不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人类的哲学家 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不是犹太人 但是这里耶稣高过摩西的原则 可以应用在我们所有的世上的宗教当中 可是耶稣高过摩西这个原则 可以应用到今天世上所有人当中 人的宗教都是用人的智慧去寻求 有终极的价值 很多很有学问的人 写了很多的著作 非常有对人生很多深度的动透力 许多很有学问的责任 他们写了许多的著作 对人生都有很洞悉的见解 很多宗教也有他们自己读到的见解 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人的教师 然而他们仅仅是人的教师 他是人的智慧的结果 他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神的智慧 他是神的智慧 神的拯救 他是神的拯救 人的智慧不能够去救人 人的智慧不能够救人 很多时候人的智慧 比人对人生越来越痛苦 很多时候有一些人类的智慧 把人生引导向更加痛苦 愈有智慧 愈看到人生的深度 那些痛苦和丑恶 也愈聪明的人 他们愈能够洞悉 人生命当中的痛苦和丑恶 很多的智慧的哲学 最后来到的终极就是 灰暗虚无 甚至是死亡 很多的哲学的智慧 到了最后的时候 就会把人引向虚无 甚至是死亡绝望 唯有耶稣基督神的义址 才能够拯救人 于罪恶过犯当中 给人有真正的盼望 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才能把人拯救于罪恶的水火 给人以真正的盼望 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担心 当时的基督徒 左望右望 忘记了耶稣基督的宝贵 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左顾右盼 却忘记了耶稣基督的宝贵 这让作者很担心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 都面对这样的困境 其实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 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尤其是西方的基督徒 尤其是西方基督徒 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很贫乏 学一下瑜伽 瑜伽很多很有智慧的东西 他们说我们基督徒好像生命非常的贫乏 我们不如学点东方的智慧瑜伽吧 打坐啊 冥想挺好啊 我们不如就干脆打坐冥想取代灵修吧 他不知道那些瑜伽的姿势 是印度教敬拜的姿势来的 他们却不知道有一点 瑜伽的每一个动作 知识其实是印度教里面 他们敬拜他们那个神的那个动作 东方冥想里面的空灵的打坐 其实很容易让外面的灵 入到你的内心里面 东方式的冥想 他们所追求的那种空灵的状态 很容易就会造成邪灵的入侵 耶稣的东西好像不太行 不如我们试试其他的 今天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困境 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困境就是 在圣经话语里面 他得不少力量的时候 他们就想寻求外面的帮助 这次Hanson加多了一句就不应该加 为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会追求那些东西 因为他没有在圣经的话语里面 下过功夫 他们为什么会追求 不应该追求的呢 因为他们不肯在圣经的话语上 更下多点苦工 当一个人对耶稣的影响 很皮毛的认识的时候 就觉得都不行的 不如我试试其他东西吧 当一个人对耶稣的认识 处于一种很皮毛的时候 他们就说这行不行呢 他们就想寻求另外的帮助 都不去祈祷 不经历祈祷 是和神相交的那种甘甜 不如我试试冥想吧 不肯透过祈祷去领受和领悟 与神相交的那份甘甜的人 他就会尝试去冥想一下 都不去经历耶稣基督里面那种平安 我试试瑜伽 让我心情平静一点 如果不愿意去经历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 他们就会去试图寻求瑜伽给人的那种平安 当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尽心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抢走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在信仰上有所晋升 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事情帮我们多去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我们拿着最美好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不去学 反而被那些刺好低等的 夺走了我们的心 很可惜的事情就是 我们已经有了最好的事情 却不抓住不去学 却让次等的略等的得到了我们的心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两千年的耶稣的认识 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那些的操练 是一个极大的宝藏来的 各位弟兄姊妹 基督教发展了这两千多年 许许多多的前人 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的认识 是我们极大的保障 不要以为别人有冥想 我们祈祷就很差 我们有很丰富 祈祷的属灵经历 不过你不去学 不要以为别人在冥想好像很玄乎 我们自己的祷告里面 有许多美妙的属灵经历 只是你没有去学到 你去去祈祷会 你去参加 真的去经历祈祷 你知道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真的多么宝贵 常常参加祈祷会的弟兄姊妹 一定能够做这个见证 就是他们说他们经历到了 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要认定自己的身份 我们要认定自己的身份 我们要认定我们信的主 耶稣基督是多么宝贵 我们要认定我们所信的主 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 接下来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 圣灵有话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天若听我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第七节 他是说在抗野四十年 以色列人那些 试探上帝 埋怨神那种硬心的事情 第七节开始 作者讲的是提醒当时的读者 他们知道 当时有许多以色列人 在抗野里面硬着心去试探 第九节 他说在那里里面的祖宗 试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 虽然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你们的心上上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第九节说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并且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 入去加南地 在抗野兜了四十年 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进入抗野在那里漂流了四十年 结果在抗野出埃及那代 绝大部分的人 死在抗野当中 入不到去加南地 结果出埃及的那一代人 绝大部分都死在抗野里面 进不了加南地 进入不到应许 进入不到安息 为什么呢 因为硬心 他们进不了神所应许的安息 因为他们应心 硬心就是 听来听去都听不入老的 听不入耳的硬心 就是说你听来听去 却听不进心里去 为什么硬呢 因为里面不信 16节 第16节说 那时听见他话 野他法路的 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施首倒在抗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 不容他们进入安息的呢 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不信从的人 不信 不愿意去相信 相信 跟从上帝的人 不愿意去相信 也就是说不愿意相信 跟从上帝的人 我们做基督徒 相信上帝 不只是我信他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信上帝 不仅仅是信而已 是要信和跟从 而是要信而跟从 我们的心不是硬心 因为我们愿意去信上帝 我们应该要跟随上帝 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上帝 我们的心不能够是硬心 因为我们信上帝 就要把自己的主权全然的交给上帝 你看看 当时那一代人 他们因为硬心不信 结果就招致上帝的厌弃 你们看一看 当时那一代人 本来是蒙神拣选的 可是因着他们的硬心 最后就招致神的厌弃 十二节 他说 大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把永生神离弃了 当我们的心 慢慢走一条路的时候 心里面越来越 将神放得很低 慢慢慢慢离开 离弃 由硬心不信 变成恶心的时候 当我们行走我们信仰的道路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谨慎 我们的心慢慢越离神 从这个硬心变成恶心的时候 离弃了神的道路 我们是彻底离弃了神的道路 接着他说了一句话 十三节 留意十三节的话 趁着你们还有 今天 趁着你们依然有今天 英文就是很有趣的 他说 But encourage one another As long as it is called today 英文是大字的 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依然有机会 你看到以前的人 被神审判 今天是我们在神面前 决定决责的时机 当你见到 先人被神所审判 那么你应该意识到 今天是我们 该做出抉择的时机了 不能够再硬心了 我们不可以再硬心下去 不能够再不信了 不能够再不信下去了 要一起的 同心的彼此相劝 用信心 辞定神的封诚 向前行 我们要彼此的 凭信心相劝 扶持 我们要同心向前行 十四节 我们若 将起初切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十字节强调说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面有份 各位领教妹 我们要很清楚 以鼓为鉴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以鼓为鉴 要很清楚 要坚定 跟随上帝的信心 我们要坚定 跟从上帝的信心 不要动摇 我们不要动摇 不要被其他隐诱 左右以至我们放开 慢慢慢慢离开了 跟随上帝的道路 不要被试探 引诱我们慢慢地放弃 离弃了上帝的道路 有金钱的引诱 有金钱的引诱 很容易引致我们的贪心 很容易引致我们的贪心 贪心钱财 贪心世界上的荣华 贪心世界上的荣华 从好小小的贪心开始 就从很小的贪心上开始 有人问我牧师 我应不应该买彩票 两元而已 两元鸡 买彩票不是犯死罪 这个牧师那么恶 都不让我买呢 有人说牧师 你为什么那么严厉 我买两块钱的彩票 这又不是什么死罪 为什么不可以 最近美国的powerball 成十亿美金 真的 他说 最近美国的彩票 已经滚到了十亿美金 牧师你有没有想过 你也想中 十亿美金 牧师你有没有想过 你干一辈子能有十亿吗 不如就买一张吧 我都想过 如果我中了十亿美金 真是挺好的 送回一亿给你 是不是 我突然想到 假如我突然有了十亿美金 那也是一件好事 我还可以送你一亿 谁不会被贪心试探 谁不承受到贪心的试探 不要说十亿 一百万 哇 好多钱啊 别说十亿 对我来讲 一百万已经很多了 不用供屋了 立即供换了 哇 多轻松 我不用付案件了 一次性把房屋付清了 圣经没有说过 不准买彩票 你找不到的 圣经上 你找不到这么一句话 说不可买彩票 六四九 没有说的 圣经里面也没有提到六四九 那就是可以去买咯 那是不是就是应该可以松动一下 圣经没有说 不过原则就不可贪心 圣经上虽然没讲那些 可是提到一个原则是不可贪心 所以我会跟你说 圣经没有不让你去买六四九 虽然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买六四九 不过圣经说不要贪心 可是圣经却说不可贪心 并且不要让世上的贪念去引诱试探我们 并且不要让世上的贪念去引诱试探我们 很多时候 这些大的罪恶从小小开始 很多时候很大的罪恶其实是从小小开始 两元贪心 两元当是买杯咖啡 没什么所谓 两块钱一张彩票 就当是喝一杯咖啡而已 最惨的就是你中了二十块钱 那下次就买二十块钱 那么下次你就会买够二十块钱 哎呀 输多少 也不是输多少 有什么所谓呢 反正二十块钱是白白得来的 输也就说二十块钱 不会破产的 以为自己不会破产 不过你发觉那个贪心 就会不断在那里滋长 可是贪心却在你的私欲中滋涨 每次开奖的时候 哎呀 我要中了 每一次到了开奖前后 心里面就痒痒了 哇 很多大奖的时候 哎呀 我应该买了 看到很多的大奖 就越看越想买 哎呀 美国那里我已经开车到美国买了 那么美国那边 既然那么大的奖项 我应该去美国买 你看看 那个贪心呢 一直一直带你 从很少 一直慢慢的蔓延 将我们的心 从上帝里面拿走了 可是贪恋却是蔓延的 它会慢慢的带着你的心 一步一步一步的远离上帝 所以如果下次是摸 你买着彩票 看到牧师呢 牧师就不会骂你 那你自己认罪悔改 下次不要买了 你自己明白了 你自己知道 所以下次在这个商场里面 你正在买一条票 不凑巧见到我的时候 那么我不会批评你 你自己认罪 因为是贪心的问题 因为这是贪心 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呢 是比那几元彩票更加重要的 我们的心的价值 远远超过那些彩票 这个世上 现在很容易奪去我们的心 这个世界很容易 会夺走我们的心 今天 today 不要说明天 今天我们要重新的更新 我们自己的心 今天我们就要重新的 更新我们的心思念 不要拖到明天 我们的手 要知道我们要 玩一些什么的重要 握住它 我们当我们看到 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候 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 那些不是很重要的 放下 那些不重要的 我们就可以放下 因为我们一双手 因为我们只有一双手 当你浸到的时候 你知道你什么都画了 你画一些重要的东西才行 一个溺水的人 他们什么都想抓 可是你要抓对地方 因为我真的试过 因为我也试过 我试过浸到 我试过曾经溺水 哇 周围很害怕 当时心中非常害怕 手就胡乱地抓 那些不救你那些 就不要乱这么画了 那些救不了你的 你抓着它是没用的 真正有价值的 你才抓住 因为你只有一双手 人生 其实很多时候 日子不是很多 过得很快 人生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这个日子 并不长久 过得很快 二十几年之前 我的子女几岁大 现在牛高马大 真的过得很快 想想二十多年前 我的儿女还是那么小的时候 今天看见她 已经比我更高了 更远一点 1978年 更远一点 回想到1978年 7月18日 我第一次登陆多伦多 那是我第一天登陆多 哇 这几十年发生了什么事 哇 好快 回看这几十年发生什么事 我自己都觉得 光阴事件 广东话很传诚 一声就过去了 真是光阴日月如梭 就是广东话 又一声 果如翻不了 一声 转眼间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人生的岁月真的是转眼成空 如果我们人生里面 心智真是浪费浪费 做那些神所厌弃的事的时候 那我们的日子 真的太多是白白的浪费了 光阴这么短暂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了一些浪费的事情 那我们的生命是否辜负了神 你听我这么说 你开始知道我老了 当听见一个人这么说 在怀旧的时候 你就会说 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有点老了 我跟摩西学的 但其实我是跟摩西学的 神人摩西诗篇九号篇 说主啊 你要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 神人摩西的诗篇 不是这么说 神啊你让我数算人生的日子 摩西一把年纪 看回以前 他说神啊你给我数算我的日子 摩西已经一把年纪的时候 他回望当年 他说神啊 数算我人生的日子 跟着圣经说 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就不要硬心了 圣经说今天你们如果听他的话 就不要硬心了 如何更新呢 如何去更新呢 今天 记住是今天 记住是今天 不是昨天 不是昨天 我昨天听过了 也不是昨天 昨天我听过 也不是明天 今天面对上帝的声音 今天面对上帝的声音 要听他的声音 我们要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硬心了 听啦 我们不要再硬心了 听吧 回应啦 回应吧 跟随啦 跟随吧 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好好地听 这就是方向 我们要好好地去听 要听啊 不要耳朵不肯听 我们不要心里 蒙了自由 就硬着心不去听 所以针言说得很对吧 我耳啊你要听 所以真言书这么说 我耳你当听 不可以再活一个 不听从上帝 将耳朵封了的 一个这样的人生 我们不可以活这么一种人生 就是把自己的双耳封上 眼而不听神的话语 基督徒 如果天天这样生活 都不听神的话 真是为我们担忧 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 每一天都不听神的话语 我们真的要好好担忧一下 你见到我们现在 很多年轻人 真的很担心他 当我看见 今天许多年轻人的时候 我心中为他们忧虑 拿着耳机 手机 他们手上拿着耳机 耳朵塞了耳塞 带着一个很贵的耳筒 或者带着一个很昂贵的耳筒 他们就一边打耳机 一边听音乐 就过马路 你真的看到他 他听不到的 开车的人 按喇叭 他们听不见 为什么听不见 那个很贵的耳筒 就是把所有的杂声 过滤了 只是听到他的手机的音乐 因为那个很昂贵的耳筒的缘故 他们只听见耳筒里面放出来的声音 却听不见周围许多警告他的声音 好好听的音乐 很好听的音乐 但是那个按喉我 我撞死你了 你快点听不到 很好听的音乐 却遮盖了一个警告的救命的喇叭声 眼睛只盯着手机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人生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人生 有时想想我们基督徒就差不多 有时候想想我们基督徒也差不多 是不是我们回来教会里面唱诗敬拜 口唱了 心听不到 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敬拜神兽 口唱 可是心有没有喝呢 听讲道 听不入 我们听讲道 有时候会不会听不进去呢 因为这个耳筒很大 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儿童 听不到 让我们听不见 今天听神的话 可是圣经说今天听神的话 我们教会要听神的话 我们教会要听神的话 我们教会要宣讲神的话 我们教会也要宣讲神的话 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听神的话 彼此劝告一起去完成神的话 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彼此去宣讲神的话的教会 彼此宣讲神的话的教会 一起去聆听神的话 猜遣的教会 一起聆听神的话 去猜遣的教会 23年 三年 第二十三年 踏入二十三年的时候 我们朝向二十五年 我们要朝向二十五周年奔跑 神好有恩待我们 神恩待我们 祂被我们在2016年第一次职了一个堂 祂让我们教会在2016年再一次职了一个堂 但是不仅仅是阿根廷 我上个星期 我向我们的英文堂去挑战 上个礼拜我向我们的英文堂的弟兄姊妹挑战 我每次走去味香村吃东西 我心里面有硬着硬着的 每一次我走进味香村吃饭的时候 我心中都有一把火 Leslie和Finch那家味香村 在Leslie和Finch有一个餐馆叫味香村 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吃 那些东西做得不错 是味香村对面有一个很大的government政府的一个区 里面有很多贫穷的人 可是味香村这个餐馆的对面 有一个政府的贫穷人的安置区 2013年我们派过收集食物 我们派过去很多很穷的人 穷到我们真的非常想象不到的人 那么2013年我们教会曾经food drive 收集了很多食物 就到那个区里面分发给那些贫穷的 你无法想象的贫穷人 我们知道北约区和味道区是很富有的区 那个段落有不少是政府的非常困难的人在当中 然后偏偏在那一个小小的路段上 就聚集了许多由政府特别去安排支出的极其困难贫穷的人 我去派这些食物的时候有两个感动 当年我去分发这些食物的时候 心中有两个感动 去到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 我走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屋子 我拿一些意大利粉 我想给他 他说不用客气了 你给旁边的那个 他需要多些 我拿着一袋意大利的通信粉 要交给他的时候 他说不用客气 你不如把这袋粉交给旁边的那一户人 他可以去 那间屋全部有木地板 五十寸大电视 全部漂亮的傢俱 是骗政府住廉价屋的 原来那个屋子里面 铺满了油木的地板 在当时已经有五十寸的大电视 原来这个人他是骗政府的 那个电视都三千元 光是那个电视当时的时间就三千元 那我真的很生气 我心中非常的愤怒 豈有此理举报你了 我心中在想 岂有此理 我是不是应该举报你 骗政府的钱 他旁边 我就按钟 因为开门一个黑人的女士 年轻女 就是她的隔壁 我以暗门铃 出来印门的是一个 黑人的年轻的女士 抱着那个baby 怀抱着一个婴孩 那个婴孩 那个婴孩是浑身的脏 母亲也浑身的脏 其他妈妈都不知道很久没有洗澡 真的有 他可能真的很长时间都没有洗澡 那个baby也是这样 整个屋子里面乱七八糟 黑乎乎一片 真的有需要的人 他们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我们派了些面包 派了些通心粉给他们 但是福音 可以没有能够改变这些人 我们把面包 把这个意大利粉 发给了他们 可是我们知道 只有福音才能改变他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听神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应该听神的话 神招聚我们一起 原来有些更重要的事情 给我们做 神招聚我们 因为祂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我们去做 那些东西是大过 我们自己加在一起的 那些人大过 我们在座所有人加在一起 英文有句话 The sum is bigger than all the parts 英语有一句话很传神 就是说 集合比每一个个体相加更重要 一大堆螺丝 那些东西 你发觉 一堆螺丝钉 那没什么 一堆零件 摆在地上 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砌起来 可是把这堆零件 把它装嵌成一部工具 可能是个钟 可能是个车 可能是一架车 那个车 是大过那些零件 散修修摆在一起的 这一辆车 就比所有的汽车零件 摆放在一起更大 同盟天照的 圣洁的弟兄姊妹 同盟天照的圣洁的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听神的声音 你们要听神的声音 神要差我们去不同的地方 将神的福气恩典去传开 神要差派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 要把我们自己已经领受的恩典和福气 把它传出去 我们经历一位丰盛的神 我们经历过了这一位丰盛的神 我们就可以将丰盛去和人分享 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这份丰盛与别人分享 我们教会要成为听神的话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应该成为听神话语的教会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你在过去二十二年的日子当中 你带领我们 虽然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要患 要困难 要受伤 创伤 主啊你都立志了我们 今天你要我们听你的话 你要我们在今天做一个回应 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理无土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让你厌烦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硬心的基督徒 要做一个聆听你自己 你回应你的呼召的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回应你的恩典的教会 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交给你 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的家庭交给你 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 然后带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 我们为你完成我们一生的使命 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目前说今天今天是我们回应的时候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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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的一个错误